这个患者他27号来的时候 我们主要看他刚坐这个位置 其他部位我看来就都没有 刚坐这个位置 当时来的时候我们看 这上面这么高 这么高 还有这么大一坨 这上面都是有石油的 但是他基底部有没有 就是这个高帅的这一块皮肤有没有 我不知道 我们先给他看 看最后一张图片 他的最后一次 到整的情况 最后一次的刚坐 我们看一下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之后 实际上我高度怀疑 他的油体呢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典型的油体就没有了 但是他换走了 诉求这些地方都还是油体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诉求呢 因为他一直认为 我们这条件会使用 是要用 那个等理值 立不到 把高速的拿掉 照他一直的误解 但我再三解释 无效 我给他取了一个病例 同时呢 我给他看了一个 我们其他一个患者的一个图片 我给他看了这个患者的图片 他刚做比他严重多了 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一个 他的治疗经过 我都给他看了 治疗 逐渐的在缩小 逐渐的在缩小 直至到最后没有 他问我 他怎么就会掉成这个样子呢 他就很纳闷 我就告诉他 他是有体脱落 是我们用药物 就是之后出现了一个药物反应 有体脱落 最后形成这个样子 我就问他 这个样子 还有有体吗 他问 这一块为什么不掉 这块为什么不掉 我这个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外置 没有发错的时候 静止期 他再问我 这些调所装的东西 也是实际 为什么不掉呢 告诉他 这是正常的主持 不需要掉 那我们上次做的定理呢 今天结果出来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取的是哪块组织呢 取他的 取他的是 我取的是这块 如果是有体的话 这块组织是最像 有有体存在的 我取这块组织 取出来的结果就是 显示皮肤 表面凝状上皮增生 皮相 炎性细胞侵略 那么通过这个病理 结果的话 那么他这一块 就没有尖锐实用的 病理表现 那么他这个病情 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这些炎症 会慢慢的消退 这些硬化的地方 为什么导致呢 是因为他在我们 这里来之前 做了激光 还有光动力 导致了这些皮损 而出现了一个 硬结 但时间的推移 这个硬结慢慢的会消散 我就让他去观察 等待 这个患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他一直认为 我们治疗监狱 是要去除有体 是用激光冷冻 所以我们在给患者 做接待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就导致了 他后面的一系列的疑问 导致了一系列的疑问 通过我们刚才的图片 就告诉了他 就上一个患者的图片 就告诉了他 我们治疗监狱使用 是有体 自己脱落的一个过程 不是需要 外面的辅助资料 所以我们以后 在接诊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块问题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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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